人们都说女人是用水做的。 在两性的恋爱过程之中,女人往往是被男人所追求的一方,而在女人之中,往往有一群因为个性火辣,行为举止都像男人一样的人,这样的人经常被其他人称作女汉子。 俗话说的好,凡事都不要看起表面现象,所谓的女汉子虽然他们行为举止,或者是语言上看起来非常的男人,但是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。 这个优点就是会为他们的丈夫带来好的运气。 下面三个生肖中的女性,就是十足师的代表,他们未来的丈夫,必然会因为他们而幸福快乐的生活。 生肖危机的女人这类女性,虽然外表上,看起来非常的坚强刚进,做事不畏惧困难,一直坚持到底,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,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,还是渴望被温柔以待的。 在家庭之中,他们做事总是情力轻微,任劳任怨,尽量做到一个禁止母亲和妻子的角色。 而在恋爱之中,他们往往都是十分的强势,并且十分的主动。 但是无论怎么样,只要你和她好好的相处,或者是尽量避免一些争吵,那么她对你未来的运势还是十分的有帮助的。 生肖危机的女人这类女性,虽然外表看上去十分的温柔贤惠,并且惹人疼爱,但她们的内心深处却十分的要强,她们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物。 并且在做事情的时候,她们会尽心尽力去完成,无论再怎么困难,她们都会坚持到底。 属猪的女人对家庭财务管理,都都比较严格,她们会精打细算,并且管理住自己的男人。 在生活之中,虽然你和她会有一些争吵,但因为她们对未来丈夫的运势有所帮助的情况下,你们的婚姻生活还是很不错的。 生肖为兔的女人这类女人外表美丽动人,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十分的高,且常常精细的打扮自己。 像这样的女人在现金网络,就称为精致的猪猪女孩,虽然她们对自己的生活花了太多的心思,但是在遇到另一半时,她们的身心就放到对方身上了。 在结婚后,这些女人安心地在家做着合格的家庭主妇,细心地教育着孩子,在丈夫的事业上,因为自带人事的作用,使得她们的丈夫也好运不动。